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有两位韩国成员 一位日本成员 一位中国成员所组成的女团 四位成员的出道经历 Karina Karina小时候曾经做过芭蕾 游泳 跆拳道 室内足球 钢琴 长鼓 长笛 口琴等多种运动跟乐器 而小时候的Karina 在看到苏妞兮兮的踢脚舞蹈后 开始梦想成为歌手 中学时期也参加了校内的舞蹈社团 而因为Karina在学生时期 IG就有了非常多的追踪 因此曾经也被另外一家经济公司的星探 以私讯的方式发掘过 之后SM的星探也是以IG私讯的方式联络了Karina 但是Karina认为是诈骗就拒绝了 不过几个月后 SM的另外一位星探也是以IG私讯的方式联络了Karina 也就是说Karina因为IG上的照片 就被SM的星探以DM的方式发掘了两次 真的是命中注定成为ASPA 而出道前的Karina 在2019年以下意Tami Want的舞者 2020年与ExoKai一起出演了广告后 最终以ASPA的队长成功出道了 齐健 齐健的父亲是日本人 母亲是韩国人 出生于首尔 但是从小就在日本东京长大 而齐健从小时候开始 除了艺人之外 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职业 在进入SM之前 也有在歌唱舞蹈学院学习了两个月 而最重要的是 齐健是ASPA成员中 唯一一个不是被发掘 而是以征选赛出道的成员 而且一般在海外长大的爱豆们 大部分都是参加海外举行的 全球争选赛进入公司 但是齐健是亲自来到韩国 参加了SM的脱油攻击audition 目前为止 通过脱油攻击audition出道的SM艺人只有 就这样进入SM的期间 在度过11个月的练习生时期后 成功的以ASPA成员出道了 Winter 曾担任过全校副会长的模范生Winter 从中学开始就有了爱豆歌手梦 还加入过学校的舞蹈社团 也是Exo的粉丝 而在2016年7月10号 中学三年级的Winter 在梁山市的舞蹈节被SM的星探发掘了 但是在与母亲一起到首尔的SM大楼之前 Winter一直怀疑会不会是诈骗 为了安抚母女两个人 星探也将自己的名片递给Winter看后说了 虽然Winter顺利的成为了SM的练习生 但是当时Winter一直怀疑 自己到底是不是有实力出道 所以每天都有非常卖力的练习 之后在持续的努力下 最终以ASPA的主唱成功出道了 宁宁 宁宁从小就参加过很多中国的选秀节目 甚至在2014年参加的 我是麦爸K歌大赛 获得了总冠军以及韩国双人游大奖 之后SM的星探看到 在中国选秀节目中的宁宁后 亲自打电话联络了她 但是一开始宁宁觉得 有这么多了不起的歌手们的公司 会给我打电话 以为是诈骗 但是在看到飞机票后才相信了 而宁宁虽然是ASPA对内的盲内 但其实是练习生时期最长的成员 宁宁在2016年9月 就以SM6Kids的成员公开 时隔4年2个月 最终以ASPA的主唱成功出道了 就这样 ASPA在2020年11月7号 以出道曲Bling Mama正式出道 并且创下了YouTubeMB24小时内的最高观看次数 最短时间内突破1亿观看次数 在出道仅一年的情况下 专辑就突破百万销售量 在第13区MMA颁奖典礼上 首次同时获得新人奖跟大奖等 无数个惊人的记录 名副其实成为了代表四代的女团之一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一二一 去吧 公